嗨 大家好 我是Eddie 我服務的店點是零整點 在油卡Lab Salon 我最在意整理顧客頭髮的合適度 那如果他有他喜歡的樣子的話 我會依照他喜歡的 以及適合他的 看他合適度 然後去做裡面的中和 這樣才可以整理出一個好的髮型 我在網路上是燙髮作品比較出色一點點 所以客人來找 其實就想變成我作品那樣的燙髮捲髮 那他們也希望回家之後 能整理出那樣子光澤的捲髮 所以在剪裁以及捲度的配置上面 我都會賦予他好整理的樣子 讓他回家也能整理出好的髮型 我覺得任何的學習都是從模仿開始 那我一開始也是從 我喜歡的攝影師下去模仿 那模仿到百分之八十九十的時候 就會延伸出自己的風格 休假的時候我也會利用空閒的時間 去店裡看其他攝影師 有什麼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然後去做延伸啊 然後增加到自己的風格上面 社群這種事情是不能慢的 因為從越早開的經營 那個經營是最自然的 你經營下來都呈現得很自然 現在的人不喜歡過度的包裝 自然就會有很多喜歡的風格 真的去追蹤你 我會告訴他 你很好 但唯一懷疑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 因為我曾經也想放棄過 那時有前輩告訴我的這句話 讓我堅持下來 然後我現在想把這句話送給大家